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人一起骑车 一起下棋 甚至一起拉巴巴 但是你要明白 这世间男女 是没有纯洁的友谊关系的 两人很快便情投意合 还在孤儿院后面的大树下 交换了糖戒指 打算私定终身 但是很可惜 爆炸头男主的这位小姐姐玩伴 没过多久就被人收养了 从此以后 山高路远 后会无期 后来爆炸头男主长大后 遇到了他人生的另一半 应该是人生的另四分之三 由于波霸的照顾 平日里饱受欺负的爆炸头男主 慢慢感受到了集体的快乐 甚至感受到了 以前从未体会过的家庭的温暖 波霸的三个黑帮哥哥 也对爆炸头男主进行爱的教育 正所谓汝瑶芝麻利 日久见人心 在神圣的教堂里 爆炸头男主和波霸结为了夫妻 只不过婚后生活 也得刺激了点吧 床受不了了 床又受不了了 床再次受不了了 好吧 这次床受得住了 这天波霸去上舞蹈课 而爆炸头男主则准备去孤儿院 表演木偶戏 走到半路 发现忘带木偶了 于是折返回家 刚到家就看见波霸和舞蹈老师 很清凉的搞在了床上 真是爱上一匹野马 头上顶个草原啊 长成这德性还能主动出轨 戈壁老王防不胜防啊 既愤怒又悲伤的爆炸头男主 在孤儿院里表演着木偶戏 当他表演完的时候 发现童年时被收养的小姐姐玩伴 竟然回来了 真是女大十八变 越变越美艳 编剧要是不告诉我 这是当年爆炸头男主的小姐姐玩伴 我还以为来了个明星呢 看这小胳膊小腿小长发 咋敢咋对劲 长发老妹表示 孤儿院是个好地方 有时候我真想把它买下来 对了 要不就把它买下来得了 我那个气的 请问您现在做的是什么工作 竟然这么有钱 一出手就能购置孤儿院 这么大的产业 然而包爸的哥哥 也看上了这个孤儿院 他们想把孤儿院改成 脱衣舞酒吧 当然孤儿院院长 还是决定把孤儿院 卖给长发老妹 包爸的哥哥们 碎心生一计 如果能说服长发妹子的 未婚夫 联手欺骗老妹 这样不就能 轻轻松松 搞到孤儿院的地皮了吗 长发老妹的未婚夫 想了想 这厨艺好了 于是就准备开始 一起搞事情 在一个花好月圆的夜晚 未婚夫拿出了外卖 是外卖 然后向长发妹子求婚 长发妹子十分感动就答应了 未婚夫趁势表示 既然天赐良缘 不如周末就结婚吧 周末结婚好啊 教条还免费 长发妹子又一次 十分感动的答应了她 结果第二天 长发妹子就告诉 爆炸头男主 她要结婚的事 爆炸头男主心想 昨天求了婚 今天你就拿狗粮来暴击我 你长得这么漂亮 而我老婆长得 简直是车祸现场 天天她压我 我压床 以前我受得了 床受不了 现在床受得了 我受不了啊 不行 我得研究研究 你未婚夫 是不是个好人 要是真是个人渣 那我岂不是就可以 当个无敌接盘侠了 于是男主就给调查公司 游了一封调查信件 虽然结婚日期逐渐临近 但是未婚夫整日 都和波爸的三个哥哥 混在一起 研究如何侵吞孤儿院 而无所事事的长发老妹 每天都找爆炸头男主聊骚 俩人在一起 开始干小时候的往事 但是拉爸爸环节 并没有进行 随着关系日益增进 爆炸头男主终于意识到 自己喜欢的其实是长发老妹 喂喂 这反应来的也太迟钝了点吧 结婚前的一天晚上 爆炸头男主带着 收购孤儿院的文件 来找长发老妹 说实话 穿成这样多明显啊 傻子都看得出来 你要表白 然而就是有人比傻子还傻 长发老妹一上来 就表示马上就要结婚了 你真是个好人 所以送你一张好人卡 将来能和你一起 运营孤儿院 真是太好了 话都说到这儿了 爆炸头男主心里也明白 是啊 退而求其次 能和长发妹子 一起运营孤儿院 也是一种安慰 心中释然的爆炸头男主 突然想到还有文件需要签字 但此时 气氛正好的长发老妹 连看都没看就签字了 谁知道这份文件 被偷偷做了手脚 改成了把过人院 送给波爸的三个哥哥 第二天知道真相的 长发妹子十分吃惊 于是上门找爆炸头男主 要问个清楚 正当爆炸头男主 想要解释的时候 波爸出现了 迫于波爸的暴力 爆炸头男主 不得不当着波爸的面 把长发老妹骂走 长发妹子伤心的走了 准备结婚去 但是与此同时 爆炸男主 近见的他下定决心 要阻止这场婚礼 到了结婚那天 爆炸头男主 想办法逃脱了波爸 和他哥哥们的追 奔跑着逃向教堂 而教堂这边 爆炸头男主的朋友 也想尽一切办法 给他拖延时间 这俩哥们真是全才啊 从反戴罗尔安全套 讲到隔壁餐厅的广告 从火车票价 再到跳爱的舞蹈 然而拖延的时间 毕竟有限 眼见仪式就要完成 爆炸头男主 这才压哨出现 在众目睽睽之下 不仅鼓起勇气 向长发老妹表白 同时也向波爸表示 受够了他的妻牙 最重要的是 他请来了 未婚夫以前的老婆们 原来这个人 是婚姻诈骗犯 愤怒的群众们 赶走了未婚夫 而以前饱受波爸 欺凌的人们 也纷纷拿起了 手中的武器 比如铲子 甲鸡 花盆 电动剃刀 将他们赶出了小镇 摆脱波爸的爆炸头男主 在孤儿院的大树下 和长发老妹结婚 所愿开了一家脱衣五酒吧 OK电影至此结束 看完这部电影 我瞬间觉得 我以前最爱的巨乳系列 已经无法对我进行 幸唤起了